民众开心拍照 手拿咖啡坐在泡脚池里 热乎乎的温泉水 让身体瞬间觉得暖和 准起库管享受温泉带来的温暖 天气冷嗖嗖 这两天各地气温骤降 新北金山黄港公共浴室 一大早就涌入大量游客 前来这里暖暖身 最近天气冷也是可以泡脚很好 泡脚很舒服 泡脚有益健康 也是养生的一种方式 驱脚要吃它不会 睡到来这边泡泡泡就对 很舒服 水质呈现金河色泽 这里温泉的全职为铁 体力子氧化后 让温泉呈现金河色 因此有黄金汁汤的美誉 游客能在宽阔的户外 一边泡温泉一边享受风景 不过这波寒流来袭 也替温泉液带来前潮 民众闭目养生享受片刻宁静 上半年因为疫情关系 温泉液大受影响 现在疫情逐渐趋缓 民众泡温泉不用戴着口罩 再加上寒流来袭泡汤的人潮 终于回来 因为今年一般大家都非常的惨 那希望在这最后的两个月 能够再松一点液体上来 补足之前的这种惨状 趁着疫情趋缓 再加上天气逐渐转良 眼看泡汤人潮回升 让温泉业者们松了一口气 三地新闻年轻华料前级 既然超报道